本视频不含任何推广恰饭内容,可放心观看 大家好,我是睡觉人 好久不见,搁了一个多月,来到了炎热的夏天 说到夏天,各位会想到什么呢? 在烈日的天气里吹着风扇,吃着西瓜 在与他商约同行的那天,夜空中绽放的烟花 在泪流满面的我们的面前,笑着告别的面码 还有大半夜在网上疯狂搜索,求知景丽的写法 没错,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睡觉人的知青哥哥信箱里 最近多了不少关于动画公司求职问题的私信 这些问题整理一下大致有 想去动画公司工作,但不知道能做啥 我没有作品集,可以去动画公司应聘吗? 非动画专业可以投简历给动画公司吗? 不知道哪里在招人,等等 看着这些问题,我不禁又想起了四年前的那个夏天 还在日本留学的我东奔西跑四处就职 然后被劝退无数次的悲惨经历 嗯,太那么惨了 这些经历都记录在了睡觉人的早期视频中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观看 虽然睡觉人的动画科普系列视频一直是以劝退为主 但劝着劝着,发现还是有好多朋友和我一样 真的是非常喜欢动画 都想要追求制作动画的那种成就感 所以睡觉人这次就来给各位统一解答相关问题 那么本期视频的主题就是 二维动画相关工作的求职指南 PS 3D动画和其他文化产业的工作也可参考 但在开始之前,肯定会有朋友说 诶,你居然想让别人去做动画 还出个求职教程 关于这个问题我需要再强调一下 本视频不含任何推广恰贩内容全部为真实情况 并不会回避996,用爱发电,待遇差距之类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情怀和理想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开心和健康 明天也会是美好的一天 那么正式开始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会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对自己的定位 二是公司的选择 三是关于简历和作品集 四是记得给up主一键三连啊 动动小手支持一下辛苦的动画人吧 对自己的定位 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一个 是因为我一直以来收到的很多小伙伴的自信中 都只有想去动画公司 但很少有考虑好想在动画公司里做什么 所以求职之前 我推荐先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定位又分各种方面 为什么想做动画 也就是初衷 想做什么职位 也就是思考自己的长处 将来的目标是什么 也就是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 做动画终究是艺术创作 动画制作人员的能力 很大程度都离不开热爱的基础 我个人的看法是 如果不是特别喜欢动画的话 加上相对还有在改善的工作环境 可能就很难感受到做动画独有的成就感 不过有条件的话 我个人也认为哪怕试一试也无妨 而关于做什么职位比较好 就是个很难很难做选择的问题了 一方面是 大部分新人都不清楚各个职位的工作内容 另一方面是 由于中国动画教育严重与市场脱节 连很多动画专业的学生 都找不到二维动画入门的途径 所以接下来我会整理出一份各个职位的说明 来供各位参考 顺便也再再强调一下 本视频内容全部是以中国二维动画行业为准 首先 我将二维动画的职位分为几个大类 作画 美术 色彩 后期摄影 制片 每个种类都会有对应的基础入门职位 接下来各位可以配合说明 来分析自己是否适合对应的职位 另外 由于国内的动画制作流程 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统一标准 所以在名称和工作内容上 可能会和一些公司不太一样 但大致上都是互通的 所以不用担心 作画只为顾名思义 考验的是绘画能力 对动态的观察和造型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 并且和插画不同的是 插画是长时间打模一张画 而动画则是长时间对着同一个角色或者物体 进行无数章的动作刻画 对作画速度和耐心 甚至是心理承受能力 都是很大的考验 所以只要你喜欢画画 愿意画画比玩游戏有意思 并且能沉浸在幻想中的同时 保持作为正常人的理智 那么你就很适合做作画职位了 一般作画职位的精神顺序为 动画 构图 语言画 作画监督 设定绘制 前期预案设计 美术职位一般是指动画中的负责绘制背景的职位 需要擅长画背景 并且具有一定的色彩能力的同时 还要能够适应各种风格的需求 而且也和作画一样 大部分情况下是每个镜头都会有单独的背景 所以也同样非常考验绘制的速度 美术职位的精神顺序为 背景 美术监督 前期预案设计 色彩职位的工作是将动画中作画的内容进行色彩处理 相比作画职位入职门槛更低 基础的上色工作大部分都是修线和油漆桶填色 做起来会比较枯燥 但如果有比较好的美术能力的话 就会更快地得到晋升 好的色彩设计会提升动画的观感 所以也是国产动画中非常缺乏人才的职位 色彩职位的精神顺序为 上色 上色检查 色指定 色彩设计 后期摄影职位一般只称作摄影 当动画的上色 背景 CG等色彩完成后 会全部由摄影合成为影像 各种软件 尤其是AE 需要达到熟练程度 并且要有一定的对镜头的审美能力 对观感的影响也是非常值大 摄影职位的精神顺序为 摄影和摄影监督 如果有3D经验的话 也可以向CG方面发展 制片职位 睡觉人从事的就是动画制片工作 日语中对应的名词是制作 所以国内也有一些公司称为制作职位 制片的责任主要是在于统筹和管理作品 从前期到后期 制片需要处理各种大大小小的对接 和动画制作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所以制片是非常需要良好的 过通能力和抗压能力 以及管理能力 制片职位一般是不强求 有动画相关的技能的 工作能力都是靠长久的经验积累 才能得到提高 所以入职的门槛会比较低 但也可能是最考验内心是否强大的工作 关于制片的工作细节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睡觉人一直在连载地讲述制片工作的系列视频 制片职位的精神顺序为 实行制片或现场制片 制片主任或制片主管 动画制片人 好了 总共以上五种职位 不值得各位能否做出选择了呢 当然 动画制作中实际上还有其他更多的职位种类 比如剧本 分镜 剪辑 3DCG 导演等等 但这些职位就相对比较特殊了 剧本方面因为属于前期中的前期 并不能伴随作品的进度持续跟进 需求量也比较低 一般动画公司也很少会单独聘用写剧本的人 更多的时候是为做给外部人员或专业的剧本公司 并且也经常有导演进自写剧本的情况 分镜的问题在于他没有一个基础职位 要想理解镜头的过程 就只能通过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大量乐片学习 对画力要求相对较低 所以理论上不论是谁 作画也好 美术也好 上色也好 摄影也好 制片也好 都是可以转为分镜职位的 导演职位也是同样道理 不论是负责单集的执行导演 还是作品的总导演 都没有适合入门的基础职位 同样也非常需要经验的积累 才能够晋升导演 另外 动画制作中很多主观性很强的需求 都经常让导演亲自操刀 比如剧本 分镜 剪辑等等 其他的诸如3D CG特效 混音等辅助职位 由于本人研究不深 就不放在本期讨论了 以上所有职位对于动画制作来说都非常重要 没有高低之分 谁都可以成为人气偶像一般的存在 总之 不论选择哪一个职位都可以 只要符合自己的能力 和对得起自己的生活 做动画就会变成一件开心的事情 好了 这下各位都明白了自己能做和想做什么职位了 各位可以把自己的选择打在弹幕里 那么对自己的定位还剩下最后一点 你想做什么样的动画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实在人 有的人喜欢清纯的 有人喜欢带颜色的 有人喜欢大的 有人喜欢小的 有人喜欢 那不是各位别想歪了哈 我说的是挑选衣服 动画也分各种各样 而相较于日本 国产动画公司的主传人员流动性都比较低 所以一个公司的作品风格很容易被固定下来 如果你想参加制作自己喜欢的类型的作品 在选择公司这方面就需要做一些功课了 一开始需要先考虑好 想做日本动画还是国产动画 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是看日本动画入坑的 加上这么多年持续的追翻 对参加制作日本动画肯定更加向往 但去日本参加工作的话 需要很多硬性条件 所以不嫌弃的话 很多接日本动画外包的公司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由于这类公司很少会进行 加大规模的宣传和招聘活动 导致很多人并不能判断 一家公司是不是接日本外包 或者连到底是不是做动画的都分不出来 这里我建议的方法是通过地域和社交媒体来搜索 比如江苏省武西市 由于各种历史和地理的原因 武西是在中国承接日本外包的公司数量最多的城市 在任意的招聘平台上搜索武西地区的动画公司的话 可以找到非常多符合要求的公司 也有一些公司在平台上的介绍页面里 会特地说明承接日本外包 除了武西 武西周边的苏州和上海也可以尝试寻找 但这里也必须要说明一下 日本动画的单价本来就非常低 加上外包公司会抽走一部分 所以外包公司 尤其是武西的外包公司 公司待遇的水平大部分都非常堪忧 找这类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需求 工资要能支撑住生活 工作强度不能影响生活 就算这些都不考虑 也至少思考一下 在这种公司里工作 是否能成为将来帮助自己晋升的跳板 这次这次也要做到 让自己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吧 因为作为科普视频 我尽量不提实际的公司名称 但考虑到有的朋友的需求很明确 真的很想画日本清翻 但真的找不到合适的公司的话 可以尝试私信给我 也许我可以帮你整理出一套合理的建议 活产动画方面 虽然如今的市场对动画作品的需求日益变高 但因为二位动画行业 一直处于缺乏人才和流程难以统一的情况下 所以除去啥作品都借的外包公司 有能力制作整部动画项目的总崇报公司还是少数 不过虽然少 但也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的 有的公司擅长做古装武侠类型 有的公司经常做儿童动画 有的公司擅长给力给气 有的公司经常做萌系美少女 有的公司只承接游戏PV等等等等 平时追翻的时候也可以多留意一下 片尾字幕中出现的公司名称 总有适合自己的地方 那个如果实在不行啊 可以来睡觉人的Stardewsleep看看 我这里还蛮大的 欢迎来我这里画动画 画累了也不能睡觉 没问题的 那么解决了自己的定位问题 又选好了自己想去的公司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步了 那就是关注up主并且三连 啊不是 那就是简历和作品集的制作中 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 下面都是我个人的经验和感受 不一定完全正确 所以也请各位理性讨论 我遇到过很多新人做简历的时候 都特别喜欢整成五颜六色 和加上各种艺术字体和图案 并且填写的内容都分布在上下左右好多个方向 看起来非常不讨喜 即使换位思考一下 人是最想看你的什么呢 让我看看 不要 当然是想看你叫啥名 多大岁数 啥学校毕业 学的啥专业 有啥技能 有过啥成就之类的关键信息 这是我自己用过的一份改良后的简历模板 基本信息齐全 教育背景也又是学历单独分一块出来 随便看一眼就能知道你的大概情况 由此产生兴趣再往下看 直接就有工作时期或作品经历 再往下还有技能证书和自我评价等等 再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上一些内容 这样的文字简历的排版我觉得就足够了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简历应该达到的措辞标准 一般简历上必须要有的自我介绍或者自我评价 这个其实掌握好技巧后非常好写 随便百度一下也能找到对应的方法 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细节就好 虽然听起来非常简单 但还是能在各种新人的简历上看到诸如 自我感觉还行 XXYYDS 因为XX入坑 和各种言文字甚至还有X几句日语的 大家不要笑话 其实这样的事情挺常见的 当然我也是能非常理解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事物 这么激动我觉得可以接受 但最好还是不用在正式的简历上 而且不论是自我介绍还是自我评价 都不是像字面的意义那样一昧地介绍自己的情况 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常驻和技能 结合你音频的职位和公司的定位去描述自己 才会让公司觉得你是最佳人选 工作经历方面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会忽视的地方 有些大佬明明参加过很多作品 但在工作经历的描述方面都非常简单 这样很容易就会被人事当作萌新刷掉 像我们这种做游戏做动画或者其他项目的 都可以按照项目时间项目名称 项目对接公司工作内容工作经历描述 这样的格式去扩充你的简历 比如说我有很多动画外包的经验 那么我就可以像如图一样大大方方的列出来 还可以再详细到 比如参加了某一段内容的工作 并受到甲方认可这样的描述 工作经历写得越丰富完整 不仅更有可信度 人师也会因为你认真对待每一次经历 而加深对你的好感 总之就是在合理的基础上不要吝啬你的任何优点 投简历的机会可能一家公司就这么一次 当然如果你想投的公司是一家极度缺人的公司 比如没良心有限公司之类的 那么人师估计随便瞄一眼简历 就直接录用你了 但大部分人真正想去的肯定是福利待遇优厚的 一流动画公司和游戏公司 竞争比较激烈 人师也会更加严格 所以简历的内容非常重要 关于作品集 一般作画 色彩 美术等职位都需要配合简历提交作品集的 摄影职位也需要提交视频作品或者单张图片作品 纸片职位一般不需要提交作品集 其实整理简历也好 作品集也好 就像是写相亲资料 不仅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尝试猜测 对方会如何看待自己 还要最大程度的强调自己的竞争力 只要能注意好这两点 作为作品集我觉得就是合格的 我遇见过的新人作品集中 最常见的问题是分类不明确和文件名混乱 自己作品的情况终究是自己最清楚 如果就这样不分类 甚至文件名还是一串乱码或者是微信图片和QQ截图 哪怕水平能力再高 也很容易被认为并没有重视这次的音频 所以就如上面提到的 要最大程度的强调自己的竞争力 就算觉得自己画得不够好 水平太拉胯 也不用担心 认真分类好自己的每张作品 是原创还是临摩 是摸鱼素鞋还是商业订单 画了几分钟几小时 画完后的创作感想等等 当然作品集也不是数量越多越好 只要足够能体现 擅长的风格和喜欢的内容即可 要展示也更要表达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暂时把我所理解的动画就职的问题 给整理了一遍 关于这次的主题 我想肯定会有很多人提出异议 因为在大部分人的眼里 动画 输入低 待遇差 加班多 何必还特地出个教场 教大家如何秋迟呢 做这么一期内容 只是想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定位 帮助更多人在重视自己 和重视生活的基础上 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 最近不仅仅是毕业季 很多刚结束高考的学生们 也要开始考虑未来的方向 我甚至已经忘记自己 当初到底是为什么要学习动画专业了 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单纯 单纯地为简单的事情而感动 单纯地认为将来总会充满希望 所以我一直坚持走在这条道路上 做动画的确会有痛苦的时候 但要说到动画带给我的幸福 我又会无数次地从深远的记忆中 翻出那段令人情不自禁 洋溢出笑容的开心的时光 生活本来就是幸福的 当你失望 伤心的时候 不妨多想一想 明天也一定会是美好的一天 我是飞脚人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